被列为客庄12大节信的国性抢成功系列活动 今年进入第17年 从11月9号起一年举行试天 首先大家举行祈福击败 祈求活动顺利成功 县长白友华灵教作品 作品结合客家元素 展现客家居住风情 县长林明珍表示 国性抢成功办得很成功 国性向希望明年扩大举办 幸福不但将支持 将未来可以变成南投抢成功 那其他乡镇的客家人士也能参与 这个抢成功是客家的一个习俗文化 今天郑成功对迁到台湾来的一个伟大的精神 我们国性向对郑成功都非常的怀念 所以特地来举办 这个2017年的抢成功 那么这个抢成功已经变成了 那国性向的一个客家的一个既有传统 他记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正式立委正式一个活动 我想明年我们可以来客家来举行 号召我们全线的十三厢分的客家的这个族群 所有客家人都能够参与抢成功的这个系列的活动 能够更具备有历史文化的意义 所以我们明年如果国性相公所在经费上 如果有一些不足的话 我们县政委也愿意来帮忙协助一些 让这个活动办得更成功更顺利 更能发展我们客家文化的透游历史 国性向长邱普生 基地为马文君一表示 国性抢成功系列活动 其实是18年前921大地震后 兴起的地方特色活动 透过社区竞赛 基地债库活动的人心 并结合客家文化 立委客庄十二大节庆 2017年国性最成功的发展 1901L 因为发展发了许总的成功 所以说都变成我们客家 李远飞纳入客庄 十二大节庆的他在成功的发展 今年办得非常热闹 希望明年可以扩大举办 变成不只是国性乡 甚至是我们南投县的 抢成功的活动 可以带动观光产业 我们希望明年可以争取 中央更多的资源 希望可以扩大补助 让我们这个活动办得更成功 国性抢成功活动 重点还有模拟 郑成功军队当年推船抢摊 结合地方历史文化 发展出地方有的路上行走竞赛 抢成功活动 浓入历史文化 不但纪念国性也正成功 活动内容也为地方带来火力 我们下转发展出地方有的路上行走竞赛